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和西亚书一章一节到二章一节 那么在开始进度之前 简单的介绍一下背景 和西亚他是北国的一位先知 他做先知的时候 应当是北国耶罗班二世末期开始当先知 学者认为应当是在主前755年到722年 就主前722年之间30多年做先知 我们知道主前722年 北国就被亚书帝国灭了 和西亚是在北国被灭之际当先知了 与他同期的先知有阿摩斯 阿摩斯是南国的人到北国做先知 那个时候南国的先知还有以赛亚跟弥加 耶罗班二世在那个时候 是甚至物质富裕 经济比较好的时候 但是他的道德非常的堕落败坏 在当时的整个北国的偶像崇拜 是非常的盛行 我们知道北国在六王纪里面 没有一个好王 所有的王都是拜这个耶罗班一世 那个金牛犊 还有各式各样的偶像崇拜等等 非常的淫乱非常的邪恶 特别那个之前还有亚哈 耶喜别把巴黎崇拜引进来 那我们就先进到经文里面来 之后我们再慢慢的来看中间 整个当时候和西亚书所关注的背景 以及他要传达的信息 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 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 约阿斯的儿子 耶罗班做以色列王的时候 这个耶罗班是指耶罗班二世 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 和西亚 贝利我们对他的认识不清楚 只有这边提到 那耶和华的话就临到和西亚 它是一个标准的公式 神的话临到先知的公式 第二节 耶和华初次与和西亚说话 对他说 你去取淫妇为妻 也受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 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离弃耶和华 第二节就让学者有非常多的讨论 首先这个翻译 耶和华初次与和西亚说话 会让人家感觉 好像上帝的话临到和西亚 第一次讲话就跟他说 你去取淫妇为妻 事实上不是这样 因为第一章到第三章 它是一个和西亚书的序言 那么它有一个对称的结构 所以这里的初次是对照第三章的 第一节说 再去爱一个淫妇 那个再去 指的不是时间上 而是次序上 所以这里应当翻译 耶和华与和西亚说话 初次对他说 第一次告诉他 你去取淫妇为妻 然后到第三章是 你再去爱一个淫妇 是同一个人 所以这里的耶和华与和西亚说话 那个与是借着 透过和西亚说话 那么说的内容是什么 你去取淫妇为妻 这里就让学者有不同的讨论 到底这里的淫妇指的是什么 有学者认为他可能指的是妙计 妙计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候的巴黎庙 会有很多的男妙计女妙计 他们怎么样祭祀巴黎呢 巴黎对他们来讲 是降雨水升值的神 所以就是在各高纲上 清粹树下 就小土丘小山丘 或者大树下就可以了 公开的公然的行淫 那这些庙里面有妙计 他们认为这个淫妇 后来知道是戈灭 这个戈灭它是一个妙计 或者有学者认为 它是一个妓女 它只是通过一般的性交易 它不是在庙里面的妙计 跟巴黎崇拜没有直接关系 它就是一般的妓女 蛮多学者认为是这个妓女 那也有学者认为 它其实所指的这个淫妇 是一个灵性上的解释 就是说这个戈灭 它不是敬拜耶和华的 它是拜偶像的 也有学者认为 这个淫妇所指的是 它曾经献身给巴黎 就是我刚刚提到 巴黎也有南妙计 歌灭就到巴黎庙 跟南妙计 发生关系 或者有学者认为 这个淫妇所指的是 它有淫乱的倾向 它是之后才变淫妇的 只是他先说了 你去娶淫妇为妻 也收纳从淫乱所生的儿女 这个时候 儿女还没生出来 所以他等于有一点是 说你去娶这个妇人 这个妇人将来是淫妇 类似这样的意思 那他有不忠的倾向 那也有学者认为 其实他就是一个淫妇 他没有嫁给别人 但是他在出嫁前后 已经跟别的男人油然了 那到底是哪一个呢 我们得回到这个语言文字 也回到和夏书 本身所要呈现的信息来看 一开始说妙计 或者说妓女 其实在西伯来的原文里面 这个词 这个去取淫妇为 其实这个淫妇 从来没有拿来 只做妙计 或者只做妓女 也就是说妙计跟妓女 有他独特专有的字 如果要标明他是妓女 他直接写妓女就好 不用特别用这个字 淫妇来形容 刚刚也有提到 有些学者认为 这个淫妇是指他 不是拜耶和华 他是拜偶像 拜巴黎的 是灵性上的淫乱 以及献身给巴黎 他这个是因为 巴黎崇拜的缘故 所以他去跟南妙计 发生关系 如果是因为宗教的缘故 就比较不符合 和西阿书 他要呈现的信息 和西阿书 他要呈现的信息是 和西阿爱歌灭 然后在婚姻关系当中 被背叛 不忠的这种伤痛撕裂 如果是因为拜巴黎的话 他那个强度 就比较没有办法呈现出来 所以学者讨论来 讨论去比较多 认为应当是 他可能本身是有淫乱倾向 之后才变淫妇 甚至他出嫁前后 和其他男人有染 我自己比较倾向是这一个 就是说他出嫁前后 其实和男人已经有染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时候的背景环境 对于女性的癥结 基本上是没有太多这种观念 因为当时候的整个巴黎崇拜 亚瑟拉 包含别的亚门摩亚 各个这种偶像崇拜的习俗 方式已经大大的影响 以色列百姓 对他们来讲 姓或者性交 已经不是太需要去持守的 和其他在当时 要找到一个贞结的女子 是非常困难 大部分的十之八九 应当都是已经不贞结的 应当都是已经是淫乱的 那这样的话 就会面对另外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如果当时候的背景 所有的女子 基本上都是淫乱的 取淫妇为妻 这件事情 它并不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教训 对吧 也就是说 见怪不怪嘛 大家的人都这样做 整个社会都这样做 所以何西亚取了戈灭 取了一个淫妇 对所有的人来说 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事情 他没有办法提供任何的教训 对于上帝给何西亚的这个命令 何西亚慢慢他就明白过来 那个信息的本身 不在于取妻这件事情 也不是在于 之后被戈灭 背叛这件事情 而是在什么呢 那个最强的强度还不在背叛 因为当时候 这种背叛的事情非常多呀 而是什么呢 而是在这么深的背叛底下 上帝竟然又叫何西亚 再把戈灭取回来 而且付了非常大的代价 再把戈灭取回来 而且戈灭那个时候 已经非常的惨 他被他的情夫给抛弃 甚至他把自己卖了 应当成为奴隶 或者是妓女 不清楚了 何西亚必须付很多的 几乎付光了他所有的财产 把妻子再取回来 这件事情才是信息的本身 何西亚在这里要表明的是 上帝的爱 所以比较有可能的是 他是有淫乱倾向之后 变淫妇 或者是他出嫁前后 其实就已经跟其他的男人 有染了 他本来就是一个不贞洁的 不震惊的女子了 好 那我们在这个背景底下进来 继续看这个信息 你去取淫妇为妻 也收 这个收是接纳 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 基本上也已经暗示了 这个戈灭将来 他会跟别人在外面有淫乱 会生下 在淫乱当中生下的孩子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地大行淫乱 离弃也和华 这个淫乱他所代表的 就是一个 灵性上的淫乱败坏 当然我们说 那个时候的巴黎崇拜 偶像崇拜是非常的淫乱 道德上也是非常的淫乱 在身体上 在道德上 在灵性上全然的败坏了 离弃也和华 这是上帝给和西亚的一个命令 是很特别很特别的一个呼召 和西亚他自己和他的婚姻 成为一个信息 而和西亚本人 等于是这个命令 被邀请去体会经历 或者进入上帝的悲痛当中 进入上帝被背叛的伤痛和撕裂的里面 去感受上帝的那个心情 也就是和西亚他所要传递的 传达的 是上帝在被背叛 被伤害 被撕裂的那个伤痛的情绪 那个感受 因为如果上帝要去责备 以色列人的不忠 属灵的淫乱 他就叫先知去责备就好了 很多先知做这件事 而和西亚的呼召是特别的 他不单单呼召去传讲 去告诉百姓 他们的淫乱被盗 甚至他自己进入了上帝的伤痛 他在传递的是上帝的哀伤痛苦 甚至是最后上帝对 以色列百姓的爱 在后面我们会更多看到 那第三节 于是和西亚去取了 低拉因的女儿歌蜜 哇这个 先知非常的顺服 上帝要和西亚去取淫妇为其 去取这一个 就是我刚刚说的 他应当在出嫁前后 可能已经跟其他男人有染 一个不正经的一个妇女 也预告你将来 要受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 先知就将顺服了 其实非常的不容易 圣经没有记载 和西亚有没有询问上帝 为什么 也没有写出来和西亚 是不是有挣扎 没有 但是我们看到和西亚最终 他顺服了 他这个淫妇的名字叫什么呢 叫歌蜜 这妇人怀孕 给他生了一个儿子 这个是和西亚的孩子 因为给和西亚生了一个儿子 耶和华对和西亚说 给他起名叫耶斯列 耶斯列这个名字很特别 他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上帝播种 撒种 那个撒种 有点像丢出去 有点像分散 也有点像驱赶 所以他也可以代表上帝分散 或者上帝驱赶 所以他有两个 一个正面一个负面 一个是上帝播种 就是栽种 一个是驱赶和分散 那耶斯列他也有点像谐音 以色列 所以你可以知道 和西亚在教他的孩子的时候 是以色列来 以色列来 有点像这样的意思 好像在呼唤一个父亲 在呼唤以色列归回 因为再过片时 我必讨耶护家 就是耶护王朝 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 这个杀人流血的罪 在《立王记》下第十章 上帝兴起耶护审判 雅哈的王朝 可是耶护最后 他仍然是拜偶像的 而且他在杀戮的时候 是过了头 上帝兴起他 做审判的工具 但是他审判过头 就是他残杀过头 越了上帝的戒了 他是一个审判者 最后他被上帝审判 所以有点这样的味道 上帝兴起以色列 是要来审判 迦南地的百姓 现在以色列人 成为上帝审判的对象 这一次说 再过片时 大概过了五年 我必讨耶护 在耶色列杀人流血的罪 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 就是和西亚当先知之后 没多久 我们说他做先知 大概三十年 这三十多年 以色列 北国以色列就灭亡了 到那日 我必在耶色列平原 折断以色列的宫 这个到那日 也学者认为 很可能是在 祖前七百三十三年 就是在列王记下 十五章二十九节 那里提到的 亚述的入侵 我必在耶色列平原 折断以色列的宫 以色列的宫 是指以色列的军事力量 所以耶色列 他是和西亚的孩子 耶色列 他所象征的是一个审判 那个审判就是 上帝分散 上帝驱赶 上帝的审判要临到了 再过片时 就是很快要临到 北国以色列 会在耶色列平原 折断以色列的宫 之后呢 要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 第六节 哥密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 这里少了给他生的 给和西亚生的一个女儿 这里就讲 哥密又怀孕生了一个女儿 耶和华对和西亚说 给他起名叫罗路哈玛 小字就是不蒙怜悯的意思 学者认为 这个女儿不是和西亚生的 因为他没有强调 给他生了一个女儿 给他取名叫不蒙怜悯 哇 我们不可能给一个 自己的孩子 给女儿取名叫不蒙怜悯 这里就有一点 传递先知信息的一个味道了 就说 他每次带着孩子出去 或者叫这孩子名字的时候 他就会叫他罗路哈玛 就说不蒙怜悯 人家就会问 怎么有人会把自己的女儿 取这名字 那先知就可以说 那是上帝叫我取的 因为上帝说 我必不再联名以色列家 绝不赦免他们 上帝不再联名我们了 我们要灭亡了 那当然人 当时候的人是不相信的 我却要联名犹大家 这有点想要刺激北国以色列 使他们靠耶和华 他们的神得救 不使他们靠公道征战 马匹与马兵得救 学者认为这应当就是 祖前七百年西西加 那时候亚述大军 十八万五千人 在一戏之间被打败 不使他们 依靠公刀征战 马匹与马兵 在一天之内 上帝介入 击杀了十八万五千亚述大军 保守西西加王 在那个时间 第八节 戈灭给 罗路哈玛断奶以后 大概两到三年 又怀孕生了一个儿子 一样 没有说是给 和西亚生的 耶和华说 给他起名叫罗阿民 就是非我名的意思 不是我的名 这不是我儿子了 生下一个孩子说 这不是我儿子 这不是我的百姓 这不是我的 因为你们不做我的子民 我也不做你们的神 一样在路上 他先叫老大 耶稣列 耶稣列他还是模糊的 因为他可以是正面的 也可以是负面的意思 可是叫老二的时候 不蒙怜悯来 叫老三的时候是 非我名 不是我的 过来 那其实是很大的伤痛 你可以想象和西亚 他心里面的那个痛苦 在这里是很平淡的记录了 到第二章是一个尸体 可以感受到和西亚 他心中的那个愤恨 他心中的那种伤痛 到这里 差不多是一个非常绝望的信息 一开始提到的是 上帝要审判 上帝要来分散 要来驱赶 就好像当时耶稣 是做一个审判者 审判雅哈王朝 最后上帝要来审判他 如今一样 这个以色列百姓 本来是作为审判者 现在上帝要来审判你们 而且是怎么样呢 我会在耶稣列平原 折断以色列的功 最后要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 我不再怜悯以色列 我也不做你们的神 这个三个孩子的名字 所代表的就是上帝 对北国彻底的审判 彻底的毁灭 到第九节 差不多已经是 北国完全没有希望 突然间第十节 整个口气改变了 然而以色列的人数 必如海沙 不可量 不可数 中间发生了什么事 中间应当落掉了什么 不是吗 没有提到 北国的悔改 没有提到 这个悔改 或者上帝在当中 做了什么事 没有 都没有说 北国都灭亡了 哪里来 还可以有这件事 然而以色列的人数 必如海沙 不可量 不可数 这是什么 这是亚伯拉罕之约 亚伯拉罕之约 还存在 可是国家要灭亡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他继续讲 从前在什么地方 对他们说 你们不是我的子民 将来在那里 必对他们说 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 这个又是怎么回事 在什么地方 所指的是 在哪个地方拒绝 在相同的地方 接纳 代表全然的接纳 完全的恢复 那这一句话 其实在新约 也被引用 在罗马书 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彼得前书的第二章 第十节 那我们就明白了 其实 从第十节开始所讲 是在新约成就 因为在加拉太书 第三章八到九节 那里提到 亚伯拉罕之约 最终的成就是什么呢 是属灵的 亚伯拉罕的后颖 就是什么 教会 就是基督徒 其实就是我们 那么在罗马书 九章二十四到二十六 彼得前书二章十节 在那里所指的就是 我们本来不是 上帝的子民 我们是外邦人 与这个应许 与各样的约是无关的 今天我们成为 神的儿女 神的百姓 我们成为永生神的儿子 所以这些应许 是在新约里面成就 犹大人和以色列人 必一同聚集 不是我们知道 在历史当中 北国跟南国相继被灭了 那这里所指的是什么 也是属灵的犹太人 一同聚集 为自己立一个首领 那当然我们知道 就是耶稣了 从这地上去 这地上去是一个谚语 就是说在这地上 繁荣起来 这意思 或做这小字 从被掳 从被掳之地上来 都是指 重新的更新 繁荣兴盛的意思 因为耶稣列的日子 必为大日 我们说耶稣列 它有两个意思 前面是上帝要来审判 要来驱赶 要来分散 这里所指的就是 上帝要来播种 因为耶稣列的日子 必为大日 这它就变成一个正向的 一个上帝复行的日子 第二章第一节 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 这是复述 为阿弥 之前是罗阿弥 对不对 之前是非我名 现在是我的名 是我的 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 本来是罗路哈玛 之前是不蒙怜悯 现在是蒙怜悯的 你们要再一次 蒙我的怜悯 你们要成为我的名 再次成为我的名 我们回过头来看 在今天的进度里面 有非常多的信息 而且是很深刻 也很强烈 首先是 上帝对何西亚的呼召 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呼召 何西亚慢慢发现 他的信息 并不是去取淫妇为妻 在当时候 你很难找到 贞洁的女子 因为整个时代 是在北国快要灭亡之际 北国一直以来 都没有一个好王 道德已经败坏到了 一个基点 差不多你找不到 贞洁的女子 那上帝呼召她 进入婚姻 其实 她也可以 在那个时代 独生 单身 可是上帝邀请她 或者呼召她 去娶一个 有淫乱倾向的 或者出嫁前后 就和其他男人 有染的这个戈灭 为妻 也预告了 她将来会 在淫乱当中 生出儿女 你也要接纳 这个孩子 那何西亚她 我们有提到 在当时候的背景 娶一个淫妇为妻 娶一个这样的女子 不正经的女子为妻 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何西亚就意识到 原来我的信息 不是娶妻这件事 在后面会看到 她被戈灭 被判 所以她的信息 是被被判 甚至是最后是什么呢 上帝竟然 要何西亚 再把戈灭 娶回来 按照当时候的背景 是不可能 丈夫不可能 做这件事 当时候的百姓 男人 就到处再去 找其他的女子就好 不需要 再额外的 付那么大的代价 把一个 被判的妻子 再娶回来 所以她的信息 变成是 再去爱 淫乱的妻子 那何西亚就意识到 上帝要用 她的婚姻 作为信息本身 因为 如果只是单单 去责备 以色列人的 淫乱不忠 她直接去传讲 就好了 上帝确实 邀请何西亚 进入婚姻 透过婚姻本身 成为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 承载的是什么呢 比较多要呈现的是什么呢 上帝受伤的心 以及上帝 坚定不移的爱 所以先知被邀请 进入上帝的伤痛 被邀请 去彰显上帝坚定的爱 各位兄姐妹 这给我们 也很大的震撼 其实对我来讲也是 我们常常说 主日 我们在讲台上讲道 或者传讲信息 我自己每天在讲解 活泼的生命 我们说是讲道 但事实上 更应当是正道 就是用我们的生命 用我们的一生 用我们的婚姻 用我们的孩子 去承载上帝的心意 用我们的生命去讲道 而不单单是用我们的口 去诉说 求神帮助我们 在面对上帝的信息 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 你是小组长 你是传道人 你要传讲信息 真的 求神帮助我们 不单单把知识传递 我们也能够像和西亚一样 借着顺服 用我们的生命 来承载上帝的喜怒哀恶 用我们的生命 来活出上帝的话语 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看到先知蒙呼召 要传讲话语 传讲信息 但是主我们却看到 先知 和西亚 蒙昭 进入你的伤痛 后主啊 求你帮助带领 我们传讲你信息 传讲你话语的 主你帮助我们 不单单是知识的传讲 你帮助我们 在传讲这些信息 话语的时候 也走进你的心意当中 也能够体贴你的心肠 明白你的伤痛 你的着急 主让我们不单单 讲道 我们更是用生命 来见证这个道 用生命来活出这个道 主和西亚书的信息 非常的丰富 当中的爱 当中的恨和撕裂 也非常的强烈 你帮助我们 光照我们 在我们在查考和西亚书的时候 我们能够更多体会 你坚定爱世人的心 体会你对人类的爱 以及你心里面的那种伤痛 教我们知道 怎么样从各样的背道当中 转回 回到你的心意当中 谢谢主 谢谢你爱我们 我们就像那个淫妇 这样的不忠 这样的背叛 你仍然坚定地爱我们 谢谢主 听我们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